因為他對說 對事後醫護人員講說 你怎麼去CPR 應該把小孩子救起來之後 絕不能失去兒子 他聽他自己形容說 就對著他小孩子 因為你在水裡面 你說你有幾隻手 所以小孩子的CPR的數量又跟我們大人不一樣 他人是15比2 他自然還知道小孩子是5比1 夫婦婦 把小孩子救起來 救完之後呢 然後送到他後來是 不是 他也很感謝說 因為救到你15分鐘之後趕到 他小孩子也不一定救得活 對 因為失溫嘛 太冷了 所以你看到他這一幕 他就用他自己的衣服 就讓人有給他那個毛毯 抱起來 然後再給他 他兒子寒 會冷 所以他一直給他抱著 他自己心裡面想的第一個就是 兒子會怕 所以為什麼一直親 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愛連他而已 他是安撫 他在安撫他 不要怕 不要怕 爸爸讚 你看那畫面 如果大家還看印象中 可是一直親喔 是一直親 大家第一時間想說 啊 這麼愛兒子 對啊 可是我發現一想不是耶 他這時候還冷靜耶 對 他知道他小孩一歲半一定會怕 你剛從水裡面沒有呼吸起來 然後砰 他做什麼的啊 他怎麼會吸皮 他是金控的 對 他中性旗下的員工 他說是公司的專業 對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剛剛講說 日本那個還來得及寫遺書 對 您老太爺做的那個還有去外海放遊 還有廣播 這個是來不及耶 大家完全沒有廣播 也沒有尖叫聲 全程也沒有尖叫聲 沒有 就根本來不及反應 就下去了 對 那因為他有吸入性肺炎 還是有兇到啦 對 但是至少是可以 他現在已經出來家務病 出來家務病 其實齁 我們這裡感受最前面應該是智慧 智慧的老婆就是個孔子 對 這種孔難對你們家來講 應該有衝擊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智慧 看這種新聞 空難的新聞感觸特別深 很深 而且你看這一年來 馬航就兩架了 對 復興兩架 還有一個亞航 對 有沒有 所以其實每次你看到這樣的新聞 特別是 就是我們自己在做這樣的新聞的時候 然後看到自己又是空勤眷屬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哇 你老婆是空勤很好欸 你們坐飛機都不用錢欸 怎麼樣怎麼樣 你想有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講一個福利 但其實它是承受很大的壓力 真的嗎 你們坐飛機都不用錢 也不用錢 也不用錢 就付一些錢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 當每次發生這樣的新聞的時候 你就 我的第一個反射動作 我先去 Check 我老婆的航班 如果她是飛出去了 她到了沒有 或者是 飛機是不是安全的 那如果Delay呢 Delay 那就 我曾經剛開始 現在當然是習慣 剛開始的時候會很不習慣 因為剛開始結婚也沒有小孩嘛 那比方說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 那一次她回來的時候 比方說八點應該要到 但到十點還沒有到 那就Delay兩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 機場的那個 時刻表是 是No Show的 是沒有Show它任何 沒有顯示出來 或是幹嘛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還打電話去 去問一些相關的單位 有沒有 就誇張到這種程度 因為你 沒有辦法確認 它是不是安全 那何況那個時候 其實就 那時候只是你會擔心 但沒有到最近這一年 其實我覺得 我一直跟她講說 你就轉地勤 但是她就是告訴你 她跟廖宗慶講的話是 就是那個機長講的話是一樣的話 她說這一切都是命啊 你知道她媽媽講說 我沒有想到 來得這麼快 所以當這樣的話 傳到我們眷屬而裡的時候 其實我的眼淚是不由自主的流下來的 因為我可以感受她媽媽那種心情 你大概也說一切都是命 我大概就這樣講 所以她還是 你有沒有考慮到 你不要讓她飛 我這次就要說 你要不要轉地勤 她其實現在有機會 但是她就說不要 她就說她覺得她 她自己認為啦 就是說 她當然也很 也覺得珍惜現在的幸福 可是她覺得 如果她轉地勤了 因為她這十幾年來 都是在飛 她覺得一切都是命啊 我轉地勤 我坐交通車 我有可能出車禍啊 她就說一來就一來 她覺得會來就會來 她覺得會來就會來 所以其實很多空服員的心態都是這樣 不然你很難理解 有些人她經歷過空難喔 像之前他們在這個納霸 不是爆炸嗎 整台飛機 那一次是SOP做得好 然後所有的這個乘客都下飛機了 然後機長座艙最後一刻才下來 變英雄嘛 飛機整個在大家眼前爆炸 但是無人傷亡 這邊原本的 所有空服員航空公司就是告訴你 你可以轉地勤 不用任何條件 不用考試 然後你如果不適應 你可以再回去飛 結果所有的人 包括機師在內 只有座艙長留下來的地勤 其他人再回來飛 那你問她為什麼 因為我不適應地勤的生活 所以對她來講 她會覺得 那大概會在 有一些什麼預先的交代嗎 沒有啊 我這次跟她講 她就跟我說 我的存款存在哪裡 然後 我的保險有哪幾家 然後我怎麼了 你要照顧我爸媽 所以 當她來講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你會 你的心裡是難過的 真的 你就跟她說 你不要講這些五四三 那村館有多少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這就是重點 這就是重點 所以就是說 對她 對我們來講 其實像 像我岳父她 她給我的感覺 她也是看得很開 對 因為她 當初她要考 空服員的時候 我岳母是不贊成的 我岳母覺得很危險 但我岳父覺得說 你自己選擇 你就要去面對她 所以 所以你知道 她 在有小孩之後 她曾經有一度 想要轉下來當地勤 因為她很多 同學 就是生完小孩 有回來的 就是 他們 可以做地勤 叫做孕媽媽 就是你等於是 就是在做地勤的工作 那等你生完之後 再回去飛 那 她那時候是一度有想要 因為 有一次是因為她在 她們飛日本 然後你知道 飛日本的那個 上空是很容易遇到 晴空亂流的 那一次她有受到 有受傷 這麼嚴重的亂流 但是她的受傷 不是非常嚴重 她是因為有餐車 沒有固定 因為那情況亂流 是突然來 她沒有辦法預測 然後你會從幾萬 因此的高空 瞬間急速度下降 所以飛機是上下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 她是剛好推著餐車 然後要把餐車固定 然後要坐到她的座位 其實她們正常在飛的時候 她空氣是不會坐到座 是要幾倍降落 然後那個時候是因為 機場有先講說 我們待會兒會通過 不穩定的氣流 但是其實對技術而言 她看到的氣流 是她可以偵測得到的 但晴空亂流 有時候你無法預測 確實 所以當她是把餐車放好 才要放好 準備回去座位坐的時候 就來了 然後那個時候 她是被撞到 就是等於說 腰椎 腰椎那個地方 所以有因為這樣子 就是有休息一陣子 這麼嚴重 有休息一陣子 那公司當然會 就是要你寫報告 什麼樣的原因 然後判定這是不是工傷 這當然是工傷 對不對 所以說 在那一次的時候 她有跟我講說 那時候她以為她會 失去我們人 然後我說那時候 你的腦裡是怎麼樣 她說一片空白 因為全飛機人都在叫 然後呢 因為那個時候 還好因為機場 有先看到一個 就是有先偵測到 有一個亂流 所以叫大家稀好安全的帶 她有說她存管多少 放哪裡 保險 養她 父母親 她有說 你可以再去嗎 她沒有這樣講 沒有討論到這些 對啊 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 在她講的那個過程當中 她形容的時候 你會覺得 很恐怖啦 對 那 但我覺得比較 比較有趣的是說 我們 其實去年跟今年 我們有全家人 一起去日本 跟去夏威夷 然後其實在飛行的途中 也有遇到 斷流 然後那時候 我以前起飛降落 我其實是很害怕的 其實他們 空服員都有講 其實它有一個 所謂的黑暗十分鐘 就是起飛跟降落 起飛跟降落是最危險 所以其實起飛跟降落 你就是一定要樹直以背 系好安全的帶 千萬不要睡覺 也不要脫鞋子 因為當 如果一旦翻起 有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脫鞋子 鞋子根本不見了 你要想你的腳要踩在硬物 或是它失火 有人一上飛去就脫鞋了 是啊 這其實是不對的 然後呢 甚至是說 當飛機它在起飛或降落的時候 你不是想有安全帶嗎 那最好的 我曾經有看過他們有 這個組員 甚至是有些客人 他是 他是捲曲左 他是這樣子捲曲左 他有點是在 用下巴護住你的鎖骨 然後用手護住你的肋骨 有人這樣做 我想說 為什麼這個人要這樣做 那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他這樣是在 保護自己 他是一種保護自己 所以這個是他們所謂的 黑暗十分鐘 起飛降落 大概是有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這個時間 他已經告訴你 我們現在已經慢慢要下降了 其實他叫你做好你就做好 你那時候其實就是應該要保持警戒 不過請教一下周老師 其實這邊 負心航空也有一個空姐 叫做黃靜雅 對對對 或這個就 命就不一樣了 對 他其實是在澎湖空難的時候 他本來是他當班 對 他他也調班 或者他也沒有做上那個死亡班機 那這一次他 雖然在這班 可是他獲救 雖然他受傷 對 我們通常大家都有一句話講說 我大難不死必有厚 但是 以我們的經驗來談 其實不見得 因為你剛剛好有這一次運四次 保住你了 你一天完了 所以有沒有人 你聽他說如果說 底七得到 他去獲得獎館 或是獲到獎金什麼 你獲到一個小獎的話 你會覺得說 糟糕我的運四 可以了 你下一次大的那個 要中大獎金 就沒了 意思是這樣子 開起來 對 所以說我們像這樣子的狀態 我們都通常會覺得說 你要去一百百 尤其是 所以我們村口裡面的運氣是優寒的 對 優寒的 因為人們每一個人的功德 德基都是都固定的 譬如說 我有做多少店 我就會做多少東西 但是你不能 不可能是源源不竭 一直進來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通常都是 建議說 後來就是 真的要去補一下運 要怎麼補 補運 我們可以去廟裡 去檢查 當然做好事 或是說做一些功德 有行的功德 有行的功德 都可以 不然我們去做教育 這都是一種的功德 你說這個空姐 我們說這個小孩 這個小孩 也是真的名字有夠好 出息在六百零六公克 超常的 而且他也不懂得像志偉說 要互所苦 他都不知道 所以他出生 就已經差點不能活 活下來的 二度鬼門關 活到一歲半 又遇到 又遇到 對這也算是 真福氣真福 我告訴你 不要再把他媽媽 就是用這個